OK 今天我陪要來去 中立原港吃雲南料理 然後 我要挑戰一下 因為當時我是在那邊當兵的 所以呢 我現在就是不導航 然後要回到中立原港的地方 去找一間雲南料理店來吃一下 有捷運耶 對 開到這裡來了 以前這邊就是一個很大的 很亂的路口 這邊是 陰哥陶瓷老街附近 然後我都會左轉上去 反正就左轉上去 一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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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去巴德了 重點是這邊居然 這邊居然有捷運了 哇 超誇張的耶 而且這個 火車是本來就有的 對 但是捷運現在蓋在這邊 哇 而且已經完成度相當高了 以前我跟那個 就是我抽到桃園這邊 要來當兵的時候啊 然後因為我不知道路 可是看 那個時候我記得看地圖 覺得還不會太遠 所以那時候我有找Jeff來跟我找路 然後我就騎摩托車當兵 因為騎摩托車當兵比較便宜 坐車當兵要花很多錢 還要耗很多時間 騎摩托車的話就是很自由 就是 比較能夠掌握時間 所以我以前都騎摩托車來 很正常吧 那時候年紀那麼輕 沒有 其實對很多人來講是超級遠的 真的喔 對 因為這樣子騎過來要大概四五十分鐘 是喔 對 旁邊都是鐵軌 這邊的話 前面有一個凹下去的地方 我記得有一次收架的時候 然後遇到下大雨 超級大雨 然後凹下去的地方 會淹水喔 對 淹水 雖然說很短的一個段落 差不多 差不多 三公尺左右吧 但是就很恐怖 因為很多人就卡在那不敢過去 怕車子會 拋毛 但是我硬著頭皮給它 腳這樣頂頂頂頂頂頂 把它頂過去 因為 不收架的話 比較嚴重 呵呵呵 所以就衝過去了 對 我管它三千二十一衝耶 呵呵 如果熄火你就完蛋了 對 就這邊 這邊 就這邊喔 就這邊 醃水就這邊 對 就這個凹下來這一塊 然後醃得有點深 喔 對 呵呵 最深的地方差不多三公尺啊 然後差不多可以淹到 淹到差不多輪 摩托車輪胎半顆再高一點 對 其實排氣管下面那邊已經碰到了 但是因為排氣管是很燙的 所以 所以沒有那麼大的量 是趕快過還好 但是我覺得那是有點危險的 如果 現在這麼大的 再讓我再選一次 我可能就不會這樣過 呵呵呵 用鉛的不行嗎 用鉛的也 你怕熄火 可是那時候也不能吹油 你只能用腳頂頂頂過去 因為你 鉛的話 你怕熄火 溫度會降太快 然後 如果你吹油的話 它會吸氣嘛 會進氣 會把它吸進去 所以我就 我就沒有吹 吹到底啊 不要讓它 那個啊 就呼呼 這樣可以嗎 欸 吹的時候會進氣啊 喔 是喔 對啊 吹的時候會進氣啊 啊進氣的時候我怕 我怕去進到 就進水了 就進氣了 對 呵呵呵 所以就 還好運氣很好 對 運氣很好 還是過了 它這邊過來再往前一點 然後就巴德了啦 所以就很快 喔 也不遠啦 巴德在過去就 應該算 中立還內立 反正巴德 反正巴德在過去就接的到 像現在上面就有寫啊 巴德 對 以前騎摩托騎這種距離 就覺得說 小菜一碟 反正騎那種 一個小時左右的都還算小菜一碟 除非是像環島那種的 才比較有挑戰 對啊 然後旁邊這裡啊 現在變成有生態公園 其實旁邊這一塊啊 原本都是荒地 好不好 在我那時候當兵來的時候 它應該都是荒地的 整塊都是荒地 但現在就是很多人在這邊 加入會來這邊吧 我看到它路邊還有談判啊 停很多車子 生態公園耶 好酷喔 這裡以前都空空的 現在有高樓了 對 以前我的印象 這邊整遍就變得搞得 像那種叫什麼公園 像規劃成公園的樣子 然後開很多新的路 我其實在當兵那一年多以來啊 其實這邊就變化很大 因為它 哎呦 前面這是捷運耶 捷運 應該是啊 上面那個 所以這個是來巴德 那個機場捷運線的其中一線吧 以前那時候就在說這邊會規劃啊 但是那時候來 這邊原本都是荒地 然後慢慢的變成有開發成 類似公園的感覺 然後在開發一些新的道路 現在這樣來看已經有一些房子了 而且左邊那邊 對 都在建耶 對 那邊建很多 對啊 其實這很像 早期我在跑業務 跑林口那時候 哦 我有一陣子跑林口 然後那個從林口的那個青山路上去那裡啊 它一開始也是沒有開發的 也是荒地一片 現在那邊的感覺 就跟這邊的感覺 讓我感覺是很像的 好 現在我們到那個龍岡這邊了 然後它這裡剛好有一個蠻大的停車場啦 在200號左右 然後因為我們是160幾號 要去160幾號那一間 想說用走的就好了 因為這邊停車場真的蠻大 比較好找位置 這一條因為以我以前當兵的經驗就是 兩邊路滿載的 停車可能要稍微找一下 所以只能找停車場可能會比較方便 來去吃飯 吃飯 這邊路就真的是蠻小的 像後面剛才那邊有些車 他們就 可能停的稍微出來一些雙白線外面 然後 有黃金 要小心 然後就是會讓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要稍微 稍微閃一下 像剛才有行人看到我們要走過來 我牽著小朋友嘛 然後他們就會讓我們先走這樣 這邊就有很多這一種啊 餅乾 這個應該都是 就是 雲南料理吧 我記得沒有錯到都是雲南料理 然後以前 當兵的時候啊 我都會從剛才那邊 就是一路這樣騎摩車過來 回去均營 然後 後面那邊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熱鬧 但是以前啊 因為當兵的時候 大家如果說有當過兵的就知道那個薪水喔 這是低到一個離譜 所以呢很多東西都是只能看不能吃 包括這些我們今天去吃的雲南料理 其實它並不會很貴 但是 我們在當時呢 其實是很少會去接觸這樣子的東西 偶爾可能就是一些長官 然後跟我們出來洽工的時候呢 然後他可能會帶我們去吃這樣子而已 不然 我們自己要吃喔 真的很難 然後發現我們走過頭了 呵呵呵 講話講得太開心了 然後就走過頭 然後現在又回到這個龍東 這個是龍甲國中吧 龍甲 對國中 對我們現在又回到這裡了 剛才發現 欸怎麼一看那個門牌號碼 是九十幾號了 天啊 我們一百六十幾號應該是在比較這邊才對 所以又再走回來 沒想到離我們停車的地方超級近的啦 我們原本以為還有個幾間喔 才會到 阿妹妹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特別懶惰 就是都完全不想走路 一般大家都是自己走比較多 對啊 今天一直要抱抱 對啊 可能因為太早起啊 讓媽媽 真的太累了 對 讓媽媽練習運動 等一下可能就換我練習了 現在我再拍片 等一下就換我練 大家洗練功 然後我們在二樓 他說剛好二樓的位置 因為我們下一個來的那個客人啊 就說沒位子要稍等一下 運氣非常好 結果上來一看沒有位子 所以老婆當然下去講了 好樓下有位子 好慢慢走 好 喔這個 真的特別 這個很像 很像豌豆 豌豆粉的樣子 它是涼的 整個吃起來非常特別 不過這個比較有點酸辣 然後另外一個 比較像米乾那一個 比較沒有酸辣 所以那個 妹妹就可以吃一點 所有的配料用很多花生 芝麻 然後另外那個還有香菜 很多人很討厭香菜 好等一下 好 好特別 好醜的這樣 對 這個是 叫什麼什麼蝦的 聽起來像是鹹的東西 但其實它是連的 叫什麼叫我做好 然後去吃 一點點 就算不定 你吃了 你吃夠了 要一點點 可以吃不了 好 就吃不了 真的 你吃不了 剛剛看 哦,好濃啊